之前我聽過不止一個發展商向我投訴 其實向我投訴沒有用 即是向我慎 跟港鐵合作真是很抱忍的 錢是要我先出 他又不用沒有蝕本的風險 先收了 但是我有錢賺了 我又要再分給他 所以港鐵如果想以後繼續有地產商捧場 他可能都要 Hello 大家好 來到古壇事件的時間 很開心 我再次和施生 施老闆和浩德見面的 你們好嗎 好 大家好 最近樓市都比較多新聞 我們一起去探討一下好嗎 好 因為最近就有地皮 在東沖那邊 樓標不止 我沒有什麼聽過是零入標 施生是否以前都沒有什麼有零入標的個案出現 好像印象中 當然市好的時候就沒有什麼零入標 但是最近譬如內地很多土地拍賣 有些都發人問津 香港在九七之後 金融風暴之後 有一段時間政府是零賣地 後期買回來都是要用勾地表 有人勾才夠膽拿出來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不想零入標 拿出來賣 一個標書都沒有人下 不是很醜怪的問題 而是對市場信心會有進一步打擊 好了 我們探討一下未來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記得施生你自己的文字專欄提到 是發展商計5點數而已 但另一邊我也有見到一些分析 也有提到是關港鐵分成的問題 我也做一下功課 看回之前我們節目 也曾經邀請過田先生 田北辰先生 也有提到 也可能會談談港鐵分成的問題 會不會進一步有改進的空間 但是問題來的 可能一會兒也請浩德 去談談港鐵收入的投資 或者是怎樣 會不會製造另一個問題出來呢 施生 之前我聽過不止一個發展商向我投訴 其實向我投訴沒有用 向我伸 她說跟港鐵合作真是很無忍的 錢是要我先出 她就不用沒有那個蝕本的風險 收了先 但是我有錢賺了 我又要再分給她 賺到某個水平要分給她 變了她覺得一個就是風險和回報不相稱 好像這一次這塊地皮 你去應標的話 你就要承諾幫她建一個很大的商場 我有份建出來 我有份分合理 建出來整塊就要交給港鐵 她沒有份 覺得不公平 在有機會找到一塊可發展的土地去做項目 賺硬的時候 虧虧一點就虧虧一點 起碼找到一塊地去建 有項目有機會賺錢 所以當時的發展商 口口很不滿意 到有飆落的時候 都死死地有拋頭過去 但是現在市不好 我相信她們就未必跟 所以港鐵如果想以後 繼續有地產商捧場 她可能都要調節一下 她那個利潤分配模式 都留一些機會給別人去發展 那個人都有機會賺錢才行 你賺起來就沒有人幫你手起了 我記得田先生上來說過 就說接下來的新的鐵路 都是要靠自己來發展 如果 都可以請浩德說一下 其實本身港鐵到現在 他們自己的收入的來源 這個物業的收入大概是佔多少 如果好像現在討論 會不會是要降低港鐵的分成的話 其實是否將問題 由一個鍋蓋轉到一個茶鍋 反而不是那麼好 首先要理解一下 香港的鐵路發展的政策是怎樣 因為香港本身就是鐵路優先 所以其他交工工具 都是要讓地鐵先行的 以往地鐵未上市 之前就是政府 大家的問題就不大 但是現在地鐵就是 變成了一家上市公司 他自己又要向股工交代 但其實某程度 他有一些社會責任 即是他在香港的發展上高 他又會怎樣得到一塊地呢 當然要得到一塊地之後 你都要少很多錢 你建了鐵路其實不便宜 但當然你建了鐵路出來 在那裡建了一個站 那裡的物業就會升值 所以本身其實政策構思就是 透過鐵路去買地去資助 他的營運和鐵路出來的成本 這樣有一個良性的循環 就不需要在你的票價上高 去加得很貴 其實香港的鐵路相對外面 如果大家去旅行就知道 他便宜很多 某程度就是因為我們是用地產作為一種輔助 剛才你剛才問 在地鐵如果你看到鐵路 就會見到其實他主要就是兩個大的收入 第一個所謂他的比較穩定的收入當中 就是他的票務生意 即是平時大家去買飛搭地鐵的時間 收的錢扣除成本 另一個就是大家知道他的商場 有時阿施先生都特別說過 即是他和一些地產發展商合作員 他的商場就繼續營運 變成他這些就是所謂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 但真的地產發展項目 即是一個新的住宅項目 其實就佔比很高 當然就會隨著項目 沒有一年入賬的變化 因為你車務收租就比較穩定 但如果你看回近兩三年 其實那個地產發展項目 佔了差不多是過百億的收入 相對這兩三年其實他的車務和收租相對會低了 因為可能成本攤分的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了地產發展的部分 基本上地鐵這兩三年的盈利就變得很低 所以怎樣去更進這個分成的機制 其實都未在一個適合的時候 所以剛才提到一個地皮流標 甚至是零入標 我剛才都說了 最擔心就是好像師生是到以往 要不要是不再拿地出來賣 甚至是有需要的時候勾地才行 這是不是一個跌市出來的後遺症 接下來會有怎樣的趨勢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社會要正視的 社會一方面希望樓價下跌 讓多些人可以負擔得起 可以成家勒業 但是我們的社會已經習慣了高地價的環境 除了我們銀行習慣了要有樓抵押才肯借錢 如果那些樓能夠抵押的樓少了 銀行能夠借出來的錢都少了 樓價下跌會令到 銀行的信貸額度都會收縮 另外就 就是借靠高地價有份得益的包括地鐵 如果地價是不高的 地鐵怎麼能夠靠它的發展權 讓它的發展權去換取地產商 向它進貢呢 你很容易看到如果樓價跌多一陣天 地鐵每年在土地發展方面的收益就會減少 收益減少 不要說沒有錢賺難向股東交代 如果真的不夠的話 它營運都要找新的資金來源 資金來源在哪裡呢 加票價 如果一般其他國家都是要透過加票價 不加票價都要政府去給補貼 給補貼政府的錢不是天上跌下來的 都要市民交的 可能政府會加稅 或者在其他的開支那裏 削一點調撥來這裡 可能影響整體的社會福利 教育、醫療 重新滑撥過 這些都是地價回落之後會面對的境況 但我們社會只是想要鎮低地價 鎮低地價衍生出來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未去想過 重大 聽師生你這樣說 而且本身都聽了不少人的看法 都說經濟未來可能都要捱多一兩年 最近大家有討論富商流亂紅 突然間開了記者會 都有提到股和樓的看法 對於剛才提到地皮的問題 其實他都說有錢都先保持住 都不敢去入市 然後大家就是記者 都想做一步問更加多的時候 他都說在這些環境之下 說話真的要小心小心小心 重要的事情只要說三次 所以師生連城中富豪都這麼保守 我們小市民 是否都要有個心理準備捱這兩年 城中富豪和小市民 都是生活在同一個環境 同一個時空 大家面對的境況是一樣的 最多你說他有錢一點 蝕起上來他就蝕多一點 當然他多一點 他日常生活是不受影響的 不過可能他有錢蝕蝕這麼多 比小市民都不一定 但是他有飯開 小市民隨時沒有飯開 有飯開都茶飯不思 如果蝕得多的話 其實我們面對的境況都是一樣 你說要隔多久呢 世界上很多變數 譬如現在美國的通脹又好像 就是緩和了 加息的需要降低了 加息的威脅在接下來可能會回落 中美的談判 未必一下子有成果 但是雙方都說了不想全面脫勾 有些生意可能一樣沒得做 但也有一些生意以前不做的 現在可能做也不出奇 如果譬如內地的經濟 內地房地產對經濟拖累很大 好像說中國政府準備出招 出重招去救市 那是不是有變數呢 你說現在的市場情況如何 我老老實說現在還是低迷的 但是變數會怎樣演變呢 那就有待觀察 就不是說全部都是壞消息 都有一些可以幻想一下的空間 但是在幻想的同時 我們是不是都保住份工就最近 如果我見你都有寄予香港人 就是保住份工 當然 經濟困難的時候 一定要有經常性 穩定的經常性收入 因為你份工保得住 負資產 銀行都不會迫你倉的 但是如果你說停工了兩個月 銀行就會停工了 那他就會要你補差價 或者要你還債也不行 那你就可能被迫在一個 不是很適當的時候 去認識的法律 就是你被迫要作個了結 而了結的時間不好 那你可能收回來的錢 還債也不夠 樓沒有了 但是債還要供 那你就真的很傷 樓被人趕了出去 每個月還要供樓 供一間沒得住的樓 你說多慘 保住自己穩定收入的同時 當然大家都想用一些 穩陣些的投資機會 其實我這幾段時間 在街上經常聽到別人問一件事 一個就是在哪裏做定期好 第二個就是還有沒有一些高息的收息股可以拿下 剛剛提到樓先生的記者會 他就說了一件事 令到大家在顧顧一下 他又說他看好有一隻高息的股份 大家又不知道是甚麼來 你們其實知道嗎 可能要問問師先生 沒有啊 我沒有收到風 直接聽過他有交流 很久沒有跟他有交流 所以我不知道 大家都可以猜猜是哪隻股份 因為我聽得比較多 就是關於本地的地產股 大家立即去報價機 尋找哪些股份 哪些板塊的Yield 股息率比較高 其實也想問浩德 就是現在所謂的穩陣投資 即高息股是否這麼容易穩 還有有甚麼策略呢 通常高息股好像很吸引 但通常高息股伴隨的 就是通常是股值差 市差那時才是高息股的 即是十幾二十年 香港大陸的股票好 即是環球的投資者 會不會覺得買港股 買A股是收息的 早幾年就是買日本 因為它的股價不升 唯一就是靠股息吸引它 現在香港或者A股 有類似的情況 因為我們便宜 即是香港或國內的股票市場 股值便宜 其實大家都知道 即是無論你是否中國人 大家都承認 問題是大家買股票 一是希望賺價 第二是可以收息 但問題是現在 你見到很多所謂收息股 問題是你的股息 究竟是否這麼穩固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即是過去幾年 很多人買高息債 結果發覺利大本不貴 即是收完息 原來本收不回 所以現在人們要選擇高息股 就要考慮這件事 如果看回本地地產相關的上市公司 其實你見到就算比較大 其實我們之前幾集都說過 其實你見到他們派息的比率 是有些保守的 因為這段時間 其實大家見到那個宏觀環境 都不敢過分進取 即是新的項目 就會投得比舊審 舊的貨品又賣得慢 各方面都要折散 股東就派少點息 都是一個他們會選擇的方法 所以你見到這些比較大的地產發展商 它不止一間的 都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中國派息的比率開始減低 所以如果你看到他現在的帳面 的息率其實是有機會變化的 即是他不是那麼固定的 因為他有沒有派息 其實都是看回他的生意做得好不好 這個又變回 剛才施生說 其實跟香港整體的樓市 是有一個關係 即是如果一個樓市很好 他賺多些錢 他自己派息 尤其是香港的地產發展商 都是家族持有比較多 他都會想要派多些息給自己 但現在是否一個 那麼派息那麼鬆手 其實就不一定是 所以你看地產發展的 發展商的息率 就要留意這件事 收租的可能有些不同 因為他未必是靠賣樓影響 可能本身是收租物業 他可能相對受雲觀影響就會小一點 不過我們要看看 香港的地產發展商收什麼租 商場呢 住宅他們很少收租 間中有些豪宅收租 但他們的portfolio 應該主要是商場和一級寫字樓 但這兩範都是現在有壓力的 商場現在疫情之後 雖然大陸來客恢復來香港 但海外恢復得不夠 但如果一路改善當然會有好處 但一般估計要回到以前的水位 就難些了 商場之中 反而民生區那些更穩陣 因為香港本身的需要 領治剛出過業績也說 其實拉雲他們香港的租務水平 價錢是上升的 雖然估值是因為利息令到他們有些下降 但是你問他們民生相關收租 其實都相對好過做旅客 領展的租務收日可能好過以前 在銅鑼環尖沙咀有些一級黃鋪 更加有利一些 至於寫字樓便相對 寫字樓便相對 寫字樓現在有工作從家 我看到有很多大的銀行 都要兩個人張桌 變成不需要很多 但香港現在有很多 尤其是中環核新區 都有很多新的大廈推出 租金正在回落 變成一些收租公司 接下來的租金收入 會否上升得很快 我看未必會上升 有些更可能因租金回落 整體租金收入會減少 所以眼前的回報很大的程度 是由於股價低迷 回報率是租金收入除樓價 樓價跌了 租金回報率便會上升 但這是計算出來的 不是因為收入增加造成的 好,聽完股、樓和經濟 三方面的橫幻雙購 所以這一兩年大家最重要的是 保住份工 保就業 保就業 最重要 第一節股壇事件來到這裡 第二節會和兩位談談 國際時事大致 下一段片段再見 多事情談 有得談,應該談久一點 短了那麼多 我怕大家見面 各自重申自己的立場 底線 說完之後 發覺 沒有多少可以談 你說它是否會放棄把握所有機會 難為中國 制裁中國 我相信這方面不會改變 沒有和家人住都差不多八年 租了那麼久 幫人供了很久 首期都有 不如買一層便宜的自住 這個 相信都是這個時勢 還會 甚至 還夠膽上車的唯一原因 不過這位哥仔 你所謂的便宜 即是有多便宜 層樓銀行股價是400萬 我買回來就330萬 之所以低股價兩成多 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大廈不是平地升降機 扭寧44年 一打開門 嚇死你 究竟爆散這間屋要花多少錢 大改造完之後又有多不同 FINANCE730裝修真人show 一年三個月追蹤這位業主 由收鎖匙去到入伙 第一集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FINANCE730頻道 按下鐘仔 這樣便不會錯過任何一集 多謝 4 4 9 100 2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